各位同学好,我们接下来看一下新年第二次53课课文后语法的部分。 首先呢,我们先简单说一下,本篇课文的主要重点内容就在于两方面。 第一个,我们首先带领大家来复习一下现在完成时。 第二个呢,我们紧接给大家讲一个新的内容,叫做现在完成,进行时。 那首先请大家来往这儿看,先来比较一下。 一个叫做现在完成时,是之前我们在第五课和第29课学过的。 然后呢,我们今天要学习的是一个新的内容,叫做现在完成进行时。 大家都知道,我们课文内容是以24课为一个循环,所以大家可以算第五课加上24课到了29。 29课再加上24课呢,正好到了我们53课。 所以大家发现,我们新概念的课文特点就是不断地复习深入,复习深入。 尤其是我们新概念二次,就是以24课为一个线索,不断地复习,然后再加深一个难度。 那大家看,本篇科的重点设置是先复习现在完成时,然后再加深一个难度讲到现在完成进行时。 那为什么这么来安排呢? 大家可以思考一个问题,往这儿看。 大家比较一下他们俩的名字,发现一个特点没有? 一个叫做现在完成时,一个叫做现在完成进行时。 他们俩相比较会发现,大部分都相同,都是现在完成,唯一就差别在两个字,哪两个字呢? 进行。 所以他们俩之间必然是有关联的。 那他们俩之间的关联是什么呢? 我们先不告诉大家,我们先来领大家复习现在完成时,然后再接着说什么叫做现在完成进行时。 好了,那来,请各位同学先来跟我复习一下,什么叫做现在完成时呢? 现在完成时,我们已经非常熟悉了,之前在第五课和第29课都学过了,那请大家跟上我的顺序呢,我们一块来复习一下。 首先第一个问题,现在完成时的形式。 现在完成时的形式用什么加什么呢? 很简单,have has加上 done。 现在完成时的形式就是have has加上 done。 好了,这是第一件事。 第二个,我们来说一下现在完成时的用法。 现在完成时的用法,首先大家看,完成这俩字是不是代表都做完了呢? 我们说过,大家经常容易学不清楚现在完成时就是错在这。 中文当中,完成这俩字不代表都做完了,有可能全部完成都做完了,有可能部分完成,只做完了一部分就没都做完。 所以大家发现,完成这两个字不代表都做完了,它应该分成两种情况。 因此对应的,现在完成时呢,就应该分成两种情况。 一种叫做现在全部完成,一种叫做现在部分完成。 好了,所以大家会发现,中文当中完成这俩字不代表都做完了,其实它表示的就是一种完成的状况。 所以大家发现,现在完成时呢,就可以这样来理解,它就表示,截止到现在为止,这件事情的完成状况是怎么样子的。 有可能都做完了,有可能没都做完。 但是大家会发现,我们说过,做完没做完重要吗? 不重要。 为什么不重要呢? 因为不管是做完的,还是没做完的,我都能够表达。 所以呢,并不是那么的重要。 那到底什么重要呢? 重要的在于,看待它的角度。 想知道这事做完还是没做完,得往哪看呢? 得站在现在这个角度,回头往之前看。 所以呢,总结起来就是一句话,请大家记住,现在完成时的用法就是五个字,叫做现在的之前。 只要是站在现在这个角度,回头看待之前发生的事,我们都可以用现在完成时。 好了,各位同学,以上呢,就是我们对之前学习的内容一个复习。 我们再来领大家详细的思考一下。 来,请大家再来跟我想一遍。 因为这件事情很重要,所以我们一定要反复的确认,大家一定要记得。 来,同学们,我来问,大家来回答。 请大家注意,第一件事,现在完成时的形式,什么加什么? Have had加成当。 第二件事,现在完成时的用法就是五个字。 哪五个字呢? 现在的之前。 只要是大家站在现在这个角度, 回头往之前看。 不管这事做完,还是没做完,我们都能用现在完成时来表达。 请大家记住,结论有两种,站在现在,回头往之前看,有可能做完了,有可能没做完。 好了,但是我们都能用现在完成时来表达。 比如说呢,我们来回顾一下这个例子。 我现在去找他,他不在了,哎,我说他走了。 他走了什么时候走的呢? 现在的之前走的,因此可以用现在完成时。 He has left. 好了,那我们说我们学习英语学了十年了,大家想,我们学习英语十年了,这是我们之前举过的例子吧。 那学习英语十年了,十年这个数是怎么得出来的呢? 就是站在现在这个角度,回头往之前数。 一年,两年,十年。 所以能不能用现在完成时呢? 可以,现在的之前嘛,因此可以怎么说呢? 可以说成,We have learned English for ten years. 好了,那大家注意观察这两句话,这个都是我们给大家举过的例子。 大家看,第一个,He has left,他走了,这人已经走没影了,就是全部完成的。 第二个,We have learned English for ten years. 我们学习英语学了十年了,那我问大家学完了吗? 没学完,还在不在进行啊? 还在进行,所以这就是未完成的那种,不不完成的。 好了,所以结论就是一句话,请各位同学记住。 现在完成时,就表示,现在的之前发生的事,不管做完还是没做完的,我都能表达。 因此,现在的之前就分成两种情况,有可能做完,有可能没做完。 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完成时的用法。 好了,所以请大家记住,它的结论有两种。 那咱们再接着往下看,看这样一句话。 He has waited for three hours. he has waited for three hours. 请大家注意一下,它等了三个小时,诺文大家观察一下,这句话用的什么是它? 刚讲过,就是我们刚刚说过的什么呀? 现在完成时。 那这个has waited用的是现在完成时,它表示什么样的意思呢? 我们刚刚也说过了,现在完成时的用法就是五个字,什么的什么,叫做现在的之前。 好了,那请各位同学来,帮我把这句话翻译一下。 He has waited for three hours. 可以怎么样理解呢? 就表示,它现在的之前已经等了三个小时了。 好了,注意,五个字,现在的之前。 它现在的之前已经等了三个小时了。 好,那各位同学,问题如下。 他现在的之前已经等了三个小时了。 那他现在还在不在? 在不在呢? 有的人说在,有的人说不在。 那到底在不在呀? 好了,注意各位同学,不一定。 为什么不一定呢? 因为我们刚刚复习过,现在完成时表示现在的之前发生的事。 但是结论有几种啊? 两种,有可能都做完了,全部完成。 有可能没都做完。 所以在这里呢,你就只知道他现在的之前等了三个小时了。 但是他的结论分成两种,有可能等完了。 有可能没等完,还在等。 所以大家通过这句话发现没有? 这句话是容易产生歧异的。 他可以表示等了三个小时走了,也可以表示他等了三个小时没走。 那我同学说,老师,那既然这句话能够表示两种用法, 容易产生歧异。 那这句话不就有问题吗? 对呀,它就是有问题的。 为什么有问题呢? 大家会发现,每一个存在的东西都不代表它是完美的。 它总是会有或多或少的一些缺陷。 在这里呢,我们就给大家展示了一下现在完成时的缺陷。 现在完成时的缺陷在于什么地方呢? 就是它可以表达做完的,也可以表达没做完的。 所以大家有的时候拿到一句话的时候呢, 会搞不清楚它到底是等完了,还是没等完。 这个时候是不是就容易产生歧异啊? 那产生歧异怎么办呢? 有两种办法。 第一个,我们大家可以根据上下文来判断一下。 诶,你根据上下文一判断说,它走了,不在了,你就知道这事做完了。 如果你发现它还坐在那儿,你就知道了,诶,那就说明没做完。 所以大家发现,有的时候容易产生歧异的句子呢, 我们就可以根据上下文来进行补充,来搞清楚, 它到底是做完的,还是没做完的。 那我同学说,老师如果没有上下文怎么办呢? 很简单,大家记住,人类的社会之所以能够不断向下发展, 主要的一个问题就在于什么呢? 我们要及时地发现问题,并加以解决就可以了。 我们及时地发现了,现在完成时具有缺陷, 因为能表达两方面的意思,所以容易毁。 那怎么办呢? 我们解决问题,我们创造一个新的事物就可以了。 那创造一个什么新的事物呢? 就是现在完成进行时。 大家观察一下这个名字,什么叫做现在完成进行时呢? 其实它就是现在完成时。 只不过,它在现在完成时的基础上, 强调了一下这事儿没做完,还在进行。 那大家想,既然强调了这事儿没做完,还在进行, 那这个时候的意思还容不容于混了? 就不容于混了。 它明确地告诉大家,这事儿没做完,还在进行。 因此呢,大家发现,之所以会有这个新的事态, 为什么? 就是因为现在完成时是有缺陷的一个事态。 它可以表示做完的,也可以表示没做完的,容易混。 因此呢,如果想专门强调,没做完,还在进行的, 我就把它变成一种新的事态,就叫做现在完成进行时。 因此之后还可以说成这个样子的。 He has been waiting for three hours. 大家可以观察一下这个结构。 has been waiting,发现没有? 前一半,has been. have has加上过去分词,表示完成。 再看后一半,be doing,表示进行。 所以,现在完成时和进行时,加接在一块, 就产生了一个新的事态,叫做现在完成进行时。 大家可以把这个公式记下来。 have has been doing, have has been doing, 前一半完成,后一半进行, 加接在一起,就是完成进行时。 好了,那各位朋友们说回来, 这个公式呢,请大家记住,have has been doing,表示现在完成进行。 那它表达什么样的意思呢? 请大家注意。 意思,就来自于现在完成时。 它还是表示,现在的之前,等了三个小时。 但是呢,它又多加了俩字,进行。 现在的之前,等了三个小时。 而且怎么样呢? 还在进行,没做完。 所以这句话,大家观察一下, 还容易产生歧义吗? 就不容易了。 它现在的之前,等了三个小时,而且还在进行。 就说明它走没走,没走,还在等。 好了,所以各位同学,我们来总结一下。 通过刚才的讲解呢, 请大家记住这样一件事就可以了。 什么事呢? 首先,第一个,要记住, 现在完成时, 可以表示,现在的之前做完的。 也可以表示,现在的之前没做完的。 所以做完的,没做完的,都能表达。 因此呢,有的时候容易产生歧义。 所以请大家注意, 现在完成时,可以表示做完的, 也可以表示没做完的,容易产生歧义。 而为了避免产生歧义,怎么办呢? 我们可以把,没做完,还在进行的, 换成一个新的时态。 就叫做,现在完成进行时。 它其实就是现在完成时。 只不过强调了, 现在完成时当中, 没做完,还在进行的那部分。 这个时候大家发现, 把没做完的,还在进行的, 一对应的变过来, 这时候就不容易产生歧义了。 所以大家发现, 这个新的时态为什么会存在, 就是为了解决旧的时态出现的问题。 好了,那关于这个, 我们就说这么多。 那请各位同学来往前看。 那我同学就说了, 说老师, 那这个以后用这个新的时态怎么办呢? 交给大家一招, 请大家记住。 现在完成时和现在完成进行时, 请大家把它们俩放在一块来看。 就像好比是什么道理呢? 现在完成时, 它的地位属于爹, 爸爸, 它能够表示两件事, 做完的没做完的都能表达。 而现在完成进行时, 它的地位属于什么呢? 属于儿子。 它专门表达其中, 没做完还在进行的。 所以大家以后想判断, 能不能用儿子, 就先去判断能不能用爹。 如果能用了爹, 而且在此基础上强调了一下, 还在进行, 我就把它变成对应的儿子, 就可以了。 所以请各位同学记住, 我们再强调一遍, 不要把完成进行时, 当成是一个独立的东西, 就把它当成是完成时当中的一部分。 以后呢, 我们大家要做的事就是, 第一个, 先去判断能不能用爹, 完成时。 如果能用了, 再去判断第二步, 能不能用儿子, 就看他是不是还在进行, 就可以了。 所以如果有了完成时, 对应的还在进行, 就可以把它变成新的完成进行时。 好, 各位同学, 刚才我们给大家比较过了, 现在完成时和现在完成进行时, 我们可以直接从其中的一个, 引申到另外一个。 那接下来呢, 我们来做个练习。 既然我们要从一个, 引申到另外一个, 所以说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现在完成时。 我们之前呢, 在课文开始的时候, 就给大家复习过了, 现在完成时的用法。 之前呢, 我们还给大家举过这两个例句。 那请大家来观察一下, 之前我们举的这两个例句。 一个是他走了, 一个是我们学习用语学了十年了。 那这两个例句当中, 哪一个是可以对应的转变成 现在完成进行时的呢? 大家思考一下。 大家已经发现了吧, 想从现在完成时, 对应的换成现在完成进行时, 关键就在两次进行。 这两件事当中, 如果哪件事还在进行, 是不是就可以换过去了? 大家看第一个, he has left, 他走了, 是不是全部已经做完了? 那全部做完了还在进行吗? 没有, 人都走没眼了, 所以说呢, 不能换成完成进行时。 第二个, 我们学习用语学了十年了, 我问大家, 学完了吗? 没有, 我们是不是现在还在学啊? 那既然现在还在进行, 那就说明, 能不能换成完成进行时呢? 可以, 应该怎么换呢? 就可以变成, we have been learning English for 10 years, we have been learning English for 10 years, 好了, 各位同学, 请大家记住, 以后呢, 我们就这样来使用, 怎么样来使用呢? 好, 各位同学, 我们最后来总结一下, 现在完成时和现在完成进行时, 其实很简单, 首先第一步, 先去判断, 能不能用现在完成时, 只要是现在的之前发生的事, 不管做完还是没做完的, 我们都能用现在完成时, 这是第一步, 第二步, 我们在此基础上再判断一下, 现在的之前发生的事, 如果没做完, 还在进行的, 那我们就把它变成对应的, 现在完成进行时就可以了, 所以呢, 大家分两步走, 第一个判断, 现在的之前发生的事, 第二个判断, 它是否还在进行, 我们就可以根据这两个步骤来判断, 第一个步骤确定能用现在完成时, 第二个步骤呢, 确定还在进行的, 就可以对应变成现在完成时, 进行时就可以了, 好了, 这是关于这个, 那很多人会觉得不理解, 说老师你看啊, 现在完成时既然都能表达, 做完没做完的, 那干嘛还非得创造一个 现在完成进行时呢, 原因很简单, 请大家注意一下, 现在完成时, 功能大而全, 但是容易混, 现在完成进行时呢, 它功能小, 但是呢, 它不容易混, 所以给大家一个评选的标准, 请大家记住, 如果能对应的换成完成进行时呢, 咱们就尽量换走, 因为这样就不容易混了, 所以说虽然功能大而全, 完成时, 但是呢容易混, 所以咱们尽量不用它, 所以能换走的, 咱们尽量换走, 换成完成进行时就可以了, 好了, 那关于这个我们就说完了, 我们比较了一下两个时态, 再次给各位同学强调一下, 记住, 一定要把两个时态放在一起进行选择, 第一步判断能不能完成时, 第二步判断能不能变成对应的, 完成进行时就可以了, 两者一定要合在一起来进行判断, 而且我们有个评断的标准, 就是能换走的, 换成完成进行时的, 尽量换走, 这样避免产生歧义, 好了, 关于这个我们就说这么多, 那来各位同学, 我们接下来来做个练习, 请大家看一下这样两件事, 来请大家往这看, 好, 那请各位同学来跟我一起仔细看一下这两道题, 看第一道题, Alicia plan to go to Egypt for two years, and she's still on it, 第二句话, Alicia plan to go to Egypt for two years, but she gives up, 但是她放弃了, 好了, 那咱们发现没有, 这两句话前面的主要部分都是一样的, 唯一就是后面的结果不一样, 那咱们来比较一下有什么差别, 好, 来请各位同学跟我一起往这看, 大家看第一个, Alicia plan to go to Egypt for two years, 她打算去埃及两年了, 那我问大家, 两年这个数字是怎么得出来的, 很明显呢, 她打算去埃及两年了, 都一定是站在一个时间点, 回头往之前数, 一年, 两年了, 打算了这么久, 对吧, 那这个回头往之前数是站在哪儿数呢, 咱们再接着别放过下一句话, 说she is still on it, 她现在还在这件事上, 所以大家发现了吧, she is, 这个is不白给, 给了大家一个时间的出发点是现在, 现在, 她还在研究这件事, 所以两年这个数字, 应该是站在现在, 回头往之前数的, 所以同志们, 现在的之前, 应该用什么时代, 我们学过了, 站在现在这个角度, 回头往之前数, 所以应该用什么呀, 现在完成时, 所以大家发现没有, 题目并不白给, 每一个细节信息都是有用的, 后半句的she is, 给大家标明了一下现在, 而说这事持续了两年, 两年这个数字怎么得出来的, 就是站在现在, 回头往之前数, 所以各位同学结论我们就出来了, 现在的之前发生的事, 我们就可以用现在完成时, 好了, 那咱们再对应的看, 能不能换走呢, 说到现在的之前, 已经计划去埃及两年了, 然后怎么样呢, she's still on it, 她还在这件事上, 就说明做完了吗, 没做完, 还在进行, 因此能不能换走啊, 能换走, 既然能换走, 这句话应该怎么说呢, 应该是Alicia, 注意一个人, 所以要用单数, Alicia has been planning to go to Egypt for two years, 好了, 注意第一句话, 没做完还在进行, 所以应该用的是, Alicia has been planning to go to Egypt for two years, 请大家注意plan这个单词, 需要双写n再加ng, 好了, 来, 接着对应看第二句话, Alicia plan to go to Egypt for two years, but she gives up, 还是她计划了两年了, 一样的道理, 现在的之前她计划两年了, 然后怎么样呢, 放弃了, 现在的之前, 我们就知道, 可以用现在完成时了, 但她放弃了, 就说明这事还在不在进行啊, 不在进行了, 因此能不能对应的换走呢, 不能, 所以只能用什么了, 现在完成时, 所以这句话可以怎么说呢, 应该变成Alicia has planned to go to Egypt, 现在完成时, has planned, 双写n再加一顶, 好了, 所以对应大家看这两句话就会发现, 只要是现在的之前发生的事, 都可以用现在完成, 如果这事没做完还在进行的, 就把它换走, 如果做完了, 那就不能换了, 就继续保留用完成时, 好了, 关于这个我们说这么多, 再来看一道连译题, 请大家看这两句话,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Tom work in the same company for five years, 好了, 第二句话, Tom work in the same company for five years, and he is still working there, 好, 大家会发现, 这两句话的主体部分都是一样的, 都是表示Tom在这个一家公司里, 同一家公司里工作了五年了, 但是差别在于什么呢, 大家会发现, 第一句话当中呢, 只说他工作了五年, 但是没有说他做完没做完, 所以不确定, 第二句话呢, 很明显的说明了什么呀, 他现在还在那, 所以大家会发现, 这两句话, 哪句话的信息比较充足啊, 应该是第二句话吧, 好了, 那咱们先来看第二句话, 他在同一家公司工作了五年, 然后他现在还在, 那我问大家, 他现在还在, he is still working, 给了大家一个现在进行时, 对吧, 那大家想, 现在进行时, 其实就是暗含了给大家一个现在的时间点, 现在, 他现在还在那, 然后我说他工作五年了, 我问大家, 五年这个数字怎么算出来的啊, 很明显, 回头往之前数, 一年两年五年, 所以大家发现, 有了一个现在的出发点, 回头往之前数, 现在的之前, 就可以用什么时啊, 现在完成时, 所以这句话呢, 就可以选择现在完成时了, 那咱们再接着看, 说到现在还在那工作, 既然还在那工作, 就说明做完了吗, 没做完, 还在进行, 因此可以换成什么呀, 对应的现在完成, 进行时, 所以这句话可以怎么说呢, 应该说成, Tom, 然后呢, 一个人, have还是has啊, has, 应该是Tom, Tom has been working, Tom has been working in the same company for five years, and he's still working there, 好了, 那我同学说, 老师这句话能不能用 现在完成时啊, 可以, 但是我们说过了, 可以用现在完成时, 但是容易产生歧义, 因此能换成完成进行的, 尽量都换走, 避免产生歧义, 所以这句话的最佳答案就是, Tom has been working for five years in the same company, 好了, 再看第一句话, 说他还是同样在一个企业里工作五年了, 在一个企业里工作五年了, 是不是还是现在, 回头往之前数啊, 所以可以用现在完成时, 但是大家看, 这句话能不能换走, 能不能换成完成进行啊, 人家有没有说, 还在进行, 没有, 所以大家发现, 如果没强调, 还在进行, 因此呢, 就不能换走了, 所以这句话只能用现在完成时, Tom has worked in the same company for five years, has worked, 好了, 来, 接着往下说, 咱们再来看一种情况, a forest fire broke out, 森林大火爆发出来了, 注意, broke out表示过去爆发出来了, 然后怎么样呢, so far the firemen put out the fire, and there's no fire anymore, so far, 请大家把这个词组圈起来, 请大家注意一下, 这个词组呢, 大家稍后会在58克的时候见到, so far表示, 截止到现在, 那截止到现在, 截止了, 是不是只能回头往之前看呢, 所以只要出现so far, 必然会跟现在完成时相搭配, so far, 截止到现在, 回头往之前看, 所以必然会跟现在完成时相搭配, 因为它跟我们现在完成的用法, 正好是一样的, 表示现在的之前, 好了, 说这个森林大火是过去爆发出来的, 然后怎么样呢, 截止到现在, fearmen, 消防队员, put out the fire, 扑灭了火, 然后there's no fire, 没火了, 那我们大家, 既然扑灭了火, 没火了, 就说明这事儿, 做完没有, 做完了, 既然这事儿已经做完了, 所以对应的能不能换走呢, 不能换, 所以这句话就可以直接写成, so far the firemen have put out the fire, 就可以了, 好了, 看下一句话, since then, 自从那个时候开始, they try to find the cause of the fire, 他们努力想找起火的原因, but they are still trying, 他们还在尝试, 还在进行, 所以大家看, 从那个时候开始, 数表示, 现在的之前, 从过去那个时候就开始了, 而且找没找到, 没找到还在找了, 所以大家看, 现在的之前, 就已经开始找了, 而且没找到还在进行, 所以说应该用什么事态呢, 应该用对应的现在完成, 进行史, 所以可以怎么说呢, 应该变成, they have been trying to find a cause of the fire, 好了, 所以大家发现, 扑灭了火, 做完的, 就不能换成完成进行了, 只能完成, 而没做完的, 还在努力找的, 这时候就可以变成, 现在完成进行史, 好, 所以各位同学会发现, 其实呢, 现在完成史和现在完成进行史, 没有多么难, 只要学会了现在完成史, 就可以对应的, 没做完的, 换成现在完成进行史, 就可以了, 我们刚才给大家这个生活场景举的例子呢, 其实就是我们课文当中的例句, 大家可以跟我一起来看一下, 来, 请大家往这看, At last, the fairman have put out big forest fair in California, 最终, 消防队员扑灭了这场大火, 请大家在书上画一下, have put, 标准的, 现在完成史, 扑灭了火, 第二句话, since then, 自从那个时候开始, they have been trying to find out how the fire began, 请大家注意画上, have been trying, 表示现在完成进行史, 在这里就强调这事做完了吗, 没做完, 还在进行, 其实大家在以后高级语法的学习当中呢, 会发现, 现在完成进行史, 不光可以表示持续进行的, 还可以表示重复, 反复, 断断续续进行的也可以, 但这个不重要, 大家不需要掌握, 只要简单了解就可以了, 好了, 接着往下说, 大家来比较这两句, 会明显的看出来差别, 一个扑灭了, 一个呢, 努力的找起火的原因, 但是还在进行, 好, 各位同学, 大家通过课文的前两句话呢, 就可以来比较了一下, 现在完成史和现在完成史区别, 第一个扑灭了火, 第二个呢, 表示现在的之前, 努力寻找起火的原因, 而且还在进行, 强调没做完, 所以大家通过课文呢, 就可以明确的比较出来, 两种实态的不同, 大家会发现, 这就是我们新肯定二次的巧妙之处, 很多时候呢, 想讲一个重点内容呢, 就只要把它编排在文章当中, 大家根据上下文一比较, 就能够看得出来了, 好了, 那我们接下来看下一句话, 说这个, 从那个时候开始, 他们就努力找起火的原因, 请大家把这句话画上, 很明显, 在这里how引出了一个重句, 什么重句呢, 大家可以往前看, find out, 请大家注意一下, 找到, 集合动词找, 所以找到什么什么东西, 很明显, 动兵, 兵与重句, 请各位同学标注一下, 兵与重句, 好, 接着往下看, 请大家注意, 标注一下, 大家就会发现, 这是一种比较特殊的用法, 特殊在什么地方呢, 一般情况下, 我们都会用形容词来修饰名词, 比如说beautiful girl, 漂亮的女孩, 但是呢, 除了用形容词来修饰名词之外呢, 其实用名词也可以修饰名词, 在这里forest的名词, 森林, fire名词表示火, 所以合在一块, 名词修饰名词, 也可以就变成了森林, 大火, 但请大家注意一下, 名词修饰名词变幅树的时候呢, 通常会后变, 前不变, 为什么名词修饰名词变幅树要变后面的呢, 因为一般情况下, 森林和大火, 我们主要想说的是火, 森林只是修饰它的, 所以中心词在后面, 因此后变前不变, 所以请大家注意一下, 森林大火, 幅树变成了forest of fires, 好了, 再看另外一个词组, 也是句子当中的叫做secret ends, secret表示烟, end表示末尾, 烟的末尾, 简单来说就是什么意思啊, 烟头嘛, 所以加上了s之后变成浮树, secret ends, 烟头, 好了, 这个也是名词修饰名词变幅树, 后变前不变, 所以请大家记住口诀, 名词修饰名词变幅树, 通常后变前不变, 但是呢, 有一种小例外, 大家如果遇到了男生女生的时候呢, 都变, 比如说一个女老师, a woman teacher, 如果很多个就变成women teachers, 前面这个男女也要跟着变, 所以请大家记住, 名词修饰名词变幅树, 后变前不变, 遇到男女, 前后两个都变, 好了, 接着我回说, 这个森林大火怎么样呢, are often caused by broken glass, 大家可以画上are caused, 这是一个典型的什么呀, 被动与态, 森林大火是被引起的, 被什么引起的呢, by broken glass, 大家把by圈起来, 被动与态, 后面叫by, 强调动作的发出者, 所以森林大火是被碎玻璃引起的, 或者是呢, or by secret ends, or, 或者是被, 烟头引起的, 所以大家发现, 这里面有两个by, 因此呢, 被动与态的动作发出者, 给出了两个, 一个是被碎玻璃引起的, 一个是被烟头引起的, 森林大火, 好了, 在这里呢, 有一个词组, 大家注意一下, throw away, 扔掉, throw表示扔, away表示离开, 一扔就离开了, 就扔掉了嘛, throw away, 人们不小心扔掉的烟头, 所以整个句子的意思就有了, 森林大火是被引起的, 被什么引起呢, 两个, 第一个是碎玻璃, 第二个烟头, 什么样的烟头呢, 定于从具, 人们不小心扔掉的烟头, 好了, 那咱们接着看下一句话, 说这个烟头和碎玻璃都没有引起火灾, 那到底什么引起的呢, 他们开始找原因了, 昨天呢, 这个消防队员仔细地检查地面, 但是没有找到任何的碎玻璃, 大家注意, 能够做某事, 我们在43课讲过了, 叫做be able to do, they were also quite sure that, a secret end did not start fire, 请大家注意, sure that, sure形容词, 后面加了一个从具, 这个属于宾与从具的一种, 所以请大家标注一下, 形容词加从具, 这个属于宾与从具的一种, 很多人会觉得很奇怪, 说老师有动宾, 有戒宾, 怎么还有形容词呢, 大家别着急, 大家可以一个箭头, 引到63课去, 我们在63课当中, 给大家复习宾与从具, 同时给大家讲解一下, 宾与从具的不同位置, 好了, 大家在这里先标注一下就可以了, 接着往下说, 他们也很确定说, 烟头没有引起火灾, 然后怎么样呢, this morning, however, 但是呢, 今天早上, a fireman accidentally discovered a cause, 消防队员意外的发现了起因, 大家画上, accidentally, 意外的做了某件事, 好了, 下一句话, he noticed the remains of a snake, which was wound around the electric wires of a 16 volt power line, 好了, 在这里, 他注意到了, 注意到了什么呢, 大家先看这个词组, the remains of a snake, 请大家把这个off 圈起来, 关于off这个单词呢, 请大家注意一种用法, 非常常见, 就是off 通常表示一种属性, 而且呢, 他后面这个东西, 通常是用来修饰前面这个单词的, 所以在这里的remains, remains表示尸体残骸, off a snake, 什么的呢, 属于蛇的, 那不就是蛇的尸体残骸吗, 所以请各位同学记住一个结构, 以后大家只要遇到了a of b, 就可以到着往前翻译, 翻译成b的a, 因为off后面表示一种属性, 就是修饰前面的, 所以在这里, a of b就可以翻译成b的a, 因此就翻译成了蛇的尸体, 好了, 再看下面这个词组一样的, the electric wires, 电线, of a 16 volt power line, a of b应该怎么翻译成啊, 应该翻译成b的a, 所以就是一个, 一万六千伏的电线的, 一万六千伏这样的一个电线, 所以大家发现, a of b翻译成b的a, 那接着往下说, 在这里很明显, 有一个生词叫做wand, 大家可能不熟, wand这个单词呢, 其实早早的, 我们在27课就学过了, 大家可以标注一下, 它的原型是wind, 作为动词表示弯曲弯延, 对应的过去式过去分词都是wound, wound, 好了, follow me给我读一下, 动词弯延, wound, 过去式过去分词, wound, wound, 好了, 大家看, 这个它注意到了蛇的尸体, 什么蛇呢, 这个蛇是被waswound的, 被动语态, 被弯曲围绕在一万六千伏, 高压线上的这个蛇, 好了, 所以请大家注意这个词组, wind, wound, 弯曲围绕, 在这里这个蛇是被弯曲围绕的, 好了, 我们来总结一下, 这句话当中, 第一件事大家需要记住的, A of B, 翻译成B的A, 第二个大家需要注意的这个声词, wound, 它的原型是wound, 表示弯曲弯延, wound run, 弯曲围绕, 各位同学来看这句话, 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定语从句, 那很多人就是说, 老师我学过定语从句, 但是一旦遇到一个从句的时候, 让我判断, 我还是觉得比较困难, 那应该怎么样来判断呢, 那我们来给大家简单总结一下一点小的方法, 在这里呢, 首先请大家看, 一看到which, 我们就知道从句开始了, 那我怎么就能判断它是个定语从句呢, 很明显, 我们不知道, 所以说呢, 大家往这儿看, 找到一个从句之后, 想知道它是一个什么从句, 请大家记住三个字, 往前看, 你就看它前面挨着谁, 因为它前面挨着谁, 就能够说明它是一个什么从句, 比如说, 挨着细动词, 细表结构, 表语从句, 挨着急误动词, 动兵结构, 兵语从句, 所以大家只要看它前面挨着谁, 就能够确定它是一个什么从句, 因此请大家在这里记住了, 遇到从句之后, 三个字往哪看, 往前看, 就看到前面挨着谁, 在这里很明显, 往前一看, 看到一个词snake, 蛇, 我们就知道了, 这是名词加从句, 那我同学说老师, 那名词加从句就是定语从句吗, 不一定, 请大家记住, 名词加从句呢, 通常有两种可能性, 第一个是定语从句, 第二个有可能是同位语从句, 大家可以在笔记上标注一下, 定语从句呢, 是大家之前在28课学过的, 同位语从句呢, 出现在之前的46课, 所以我们都学过了, 我们在这里呢, 就不多赘述了, 我们只是给大家讲一下判断的方法, 名词加从句有两种可能性, 一个是定语从句, 一个是同位语从句, 为什么他们俩都能跟在名词后呢, 因为定语从句是修饰限定名词的, 而同位语从句呢, 是解释说明名词的, 所以他们俩都要围绕着名词展开, 因此都要放在名词后, 这就是他们的相同点, 那怎么样来进行区别呢, 请大家注意一下, 同位语从句是要解释说明名词的, 所以说呢, 它前面这个名词通常得需要解释, 有些名词不需要解释, 你还非得解释, 那就很奇怪了, 比如说, 我发现你兜里有两个苹果, 我说, 你能不能给我一个苹果呀, 那大家想, 苹果这个词需要解释吗, 很明显不需要, 但是如果我跟你说, 你能不能给我个苹果呀, 你要问我说, 什么是苹果, 大家发现很诡异吧, 很摆明了, 你不想给我吃, 是不是, 所以大家发现, 有些时候像这种词呢, 苹果一点都不抽象, 就不需要解释, 那既然不需要解释, 那它后面就不需要加同位语从句, 所以在这里大家得了一个结论什么呢, 大家记住, 同位语从句是解释说明名词的, 那么这个名词必然得是需要解释的, 那什么样的名词才需要解释呢, 通常都是抽象名词才需要解释, 所以请大家注意一下, 同位语从句, 要解释说明名词, 这个名词通常都是很抽象的, 而定语从句呢, 就没有这么一说了, 定语从句可以接着任意名词, 不管抽象不抽象都可以, 所以大家会发现, 如果一旦碰到, 从句前面这个名词它是不抽象的, 那么就说明它必然不是同位语从句, 那采用排除法, 我们就知道了, 是定语从句, 比如说在这里面大家看, 名词加从句有两种可能性, 但这里呢, 前面这个名词snake蛇, 大家都知道什么是蛇吧, 很普遍的一种动物啊, 所以既然都已经知道了蛇是什么了, 因此它不抽象, 既然不抽象, 那么是同位语吗, 不是, 排除我们就知道, 这是一个什么从句, 定语从句, 所以各位同学, 以后呢, 我们可以根据排除法来判断, 如果这个名词不抽象, 那么不是同位语从句, 就一定是定语从句, 好了, 那再来跟我做个练习, 大家看一下, 这句话呢, 来自于49课, 大家还记得吗, 49课讲一个人, 抬着床垫上房了, 好了, 大家看, he became the proud owner of a bed, which has springs and a mattress, 说他变成了一个骄傲的拥有者, 拥有什么样的一张床呢, 哎, 弹簧和床垫的床, 大家看, which引出了从句, 找到从句之后, 想判断, 三个字往哪看, 往前看, 看他挨着谁呀, bed, 名词床, 名词加从句有几种可能性, 两种, 定语从句或者是同位于从句, 在这里大家看, 床这个名词抽象吗, 大家知不知道什么是床, 那每天都睡呀, 所以这个词不抽象, 既然不抽象就说明不是同位于, 那自然就应该是什么呀, 定语从句, 所以各位同学, 以后大家注意, 只要遇到了名词加从句, 我们就可以采照这个方法来进行判断, 不抽象的名词, 那么就一定是什么呀, 定语从句, 不是同位于从句, 好了, 在这里简单给大家补充一下, 大家知道就可以了, 好, 各位同学接着往下看, 他注意到了一个蛇的尸体, 什么蛇呢, 被弯曲围绕在电线上的这个蛇, 然后怎么样呢, in this way, he was able to solve the mystery, 大家画上, in this way, 表示用这种方式方法, 他就怎么样呢, be able to do, 能够, 能够干嘛呢, solve the mystery, 解开这个谜, 所以大家注意三个词组, in this way, 用这种方式方法, be able to, 能够, solve the mystery, 解开这个谜, 那怎么解开的呢, the explanation was simple, but very unusual, 这个解释非常的简单, 但是非常的不寻常, 请大家注意这个单词, explanation, 名词表示解释, 我们之前在三十三课, 见过他的动词, explain, 好, 大家注意观察一下这两个单词, 大家看, 名词是explanation, 动词是explain, 首先大家会发现, 写的方法上不一样了, 从动词变成名词, 大家都知道, 一般情况下, 词性之间转换, 只变词尾, 但这个单词比较特殊在什么地方呢, 就是它不光词尾变了, 单词的中间也变了, 所以大家提令的注意一下, 动词是ain, 而变成名词之后呢, i去掉了, 直接变成了an, 所以大家会发现不一样了, 除此之外呢, 大家会发现, 单词一称长了之后, 读音也会发生变化, 动词读成explain, 名词读成explanation, 好了, 所以请各位同学给我读一下, 动词explain, 名词explain, 好了, 同意注意一下写法, 去了一个字母, 好了, 来, 接着说回来, 这个解释呢, 非常的不寻常, 不寻常在哪呢, 说了, 好, 大家看, 这个解释非常的不寻常, 不寻常在哪呢, 我们看, A bird had snatched up the snake from the ground, 一个鸟抓起了, snatch up, 向上抓起了蛇, 从地面上, and drop it onto the wires, 然后把它扔, 扔到了这个电线上, The snake didn't want itself around the wires, 然后它就弯曲它自己, 围绕着电线, When did this so, 当它这样做的时候, It sends sparks down to the ground, 发出电火花, 传到了地面上, and these immediately started a fire, 这些迅速引起了这个火灾, 好了, 大家注意一下, When did this so, 请大家把这个so卷起来, 我们大家以前都学过, so可以表示所以, 但在这里它不表示, 这里面这个so表示什么呢, 大家标一下, 这个so是一个代词, 表示如此这样, 用来指代上文, so是一个代词, 表示如此这样, 用来指代上文, 当它这样做的时候, 哪样做呢, 就是刚才说的嘛, 把自己卷起来了, 引起了火灾, 对吧, 所以在这里这个so表示如此这样, 其实生活当中呢, 也经常用到这个so, 表示引起上文, 比如说, 你说了一个观点, 我说, 我这样认为, 我也这样认为, 那可以怎么说呢, I think so, 我这样认为, 再比如说呢, 我猜是这样子的, I guess so, 我相信是这样子的, I believe so, 所以大家发现这里面这个so, 是不是都表示如此这样, 用来指代上文呢, 当然还可以表示不同意的观点, 我说我不这么认为, 怎么说呢, I don't think so, 也可以, 好了, 所以大家发现, 这里面这个so, 是一个代词, 而不是我们大家以前学过的, 所以了, 好, 来, 以上就是我们53个全部的课文和语法的部分, 给各位同学提示一下, 本篇课文当中有一些小的语法点, 我们就不多说了, 重点的内容就是一个, 怎么样从现在完成时, 帮助大家推导出现在完成进行时, 很简单, 只要是现在的之前发生的事, 不管做完没做完的, 都能用现在完成, 但是如果想强调, 其中现在的之前没做完还在进行的事, 就把它换成对应的, 现在完成进行时就可以了, 好了, 关于这个我们就讲这么多, 请大家回去认真复习, 非常感谢大家, 我们下节课见, 我们下节课计计划